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大家都庆祝 杨早博士 你是早上生的吗 早上的早 五十多年前我们曾经见过面 当年 他说我在广东电台的时候 所以这是故人 杨博士是研究什么的 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 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 我先给你念一个 这是不是圣诞新年 我收到一个短信 我觉得这挺逗的 说这个短信 祝什么圣诞新年快乐 新闻 既让子弹飞 在中国热映之际 朝韩将联合上演 本年度重头大戏 让炮弹飞 续集让导弹飞 和终极版让核弹飞 正在筹备当中 而中国发改委 昨天凌晨已经紧急上映了 让油价飞 至于什么时候证监会筹备 让股价飞 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制片方表示 长篇历史史诗巨制 让房价飞完成毫无压力 红篇巨制 让工资飞暂无计划 新篇让眼泪飞 可能提前上映 祝圣诞新年快乐 这都是从上子弹飞 这事聊起来的 这个短信说明 让子弹飞 已经成为了 今年的话题电影 就每年我们有一到两部 话题电影 就是那种电影吧 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要是没看过这电影 把聊天的时候 你都不好意思开口 人家再聊这个 然后你就傻乎乎的坐在那 就那种 它是个门槛 明显看来 这个子弹飞 已经成为这么一个电影 本来以为是 那个盗梦空间 后来贺岁片一出来 就成了让子弹飞 不是 这个话题电影还是本土 就大家会有 更有共鸣 盗梦还是高脏一点 但是盗梦 对 因为有了盗梦的帮助 这个李安娜的迪卡普雷奥 这个演员 现在成了今年全球挣钱最多的演员 这个盗梦空间 但是这样子弹飞也能赚钱呢 也能 他们就说又是话题又能赚钱 这事 就站着把钱都挣了 我先问问你 你认识姜文吗 认识 你看 这玩意 咱们就 也不必闲了 对吧 也不必闲了 广美 你先说说 观感 如何 我就以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就是 就觉得这电影票 花的特别值 而且还要再看一次 你花了多少钱 花了60还是70啊 我花的最值了 我40 为什么呀 你还打折了 我也是 我跟你讲 我是 今天中午12点去看 老师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就说 这个一年即将过去了 我觉得是年龄的原因 还是受的刺激太多的原因 莫言有一本小说 叫生死疲劳 对吧 我怎么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有点缺乏生活期情 你好比就说 让子弹飞这么火爆的电影 是吧 以至于 我都就是现在让我去趟电影院 这个难 我就觉得是很大的一件 很辛苦的一件事 你知道吗 是因为要做节目 我就赶着看吗 不 我宁愿等着看碟 我当然一定要看 但是我就觉得 这是不是人反映 现在电影市场 到底是繁荣 还是不繁荣 还是说我宅的太久了 是吧 我怎么觉得就是出去 到场电影院 我就觉得特别是个累的事 态度了 这讨论过 就是说到底在家里看碟 算不算看电影 从广义上 他肯定看电影 因为电影是一个内容 但从侠义上来说 他又不是看电影 因为电影要进影院去看 它其实意味着一种仪式感 和一种社交形式 赞成 对老师估计是 这个仪式太多了 所以就不需要这个了 买电影票 吃爆米花 都是仪式 他们说电影就是 现代人的教堂 对 你有种那个 而且但是甭说那个 我至少是去看 我就发现听着声音了 那是听着声音了 你在家里看碟 听不见这个震的耳朵 我就发现这个江门的电影 是我的这个误听 还是怎么回事 我一觉得他对枪声 特别感兴趣 那么这个 而且他这个枪的 这个音响的这个处理 给人感觉不一样 从上一个电影就是 他一放枪了 都那个蹦蹦蹦 都是那么样的一种 就是很故意的制造的 一种声音 枪声的效果 这里边你们能聊出什么了 这个这个江门和他 他的这个周边的一代人 对这个枪 白马 勋章 制服 那都有着天生的 不可这个剥夺的迷恋 你不觉得吗 从这个阳光灿烂 那么一直走过来 你都看得出来 就好像就是说 有篇那个评论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江门那代人就恨了 就是恨这个 没有战争发生 让他们没有办法战死沙场 只能在这个商业社会 垂垂老去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 在电影里面释放自己这个梦想 那女观众呢 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呢 就是后来有一堆朋友吃饭 那大概就是有一半桌子的人 多半桌子的女孩子 然后就开始骂 他就是觉得这个戏特别的恶劣 就里面的可能很多语言 就太多的国骂 TMDTMDTMD 就觉得算多 听说他剪了一段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这演的是一群土匪的故事 我说难不成你要看这群土匪 知乎者也知乎者也 而且你们都没有看四川画板 对吧 没有 没有 四川画板里 我老实说还要多一点 因为借着方言之力 我们再夹了点进去 反正你们也听不懂 死了川华 那你的感觉呢 我其实说真的 我只能说过瘾 真的很过瘾 因为其实我进电影院的一个心态 那天我看最晚一场 我一天我累得半死 但是我知道我务必 我真的很想看这部电影 然后我们终于抢票 在那个时段 抢到了几张票 所以我们就进场 我现在想说 好吧 我进来可以好好的放松 然后可能开怀大笑 但是我发现那整场呢 我精神十分的紧绷 你只要稍微走成两秒钟 你就完全 你会弄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这个吧 要不说 这也不知道该是说是优点还是缺点 这个都是就是江文的这么一种追求 就是说 我也是感觉啊 就是你得集中精力看 你就觉得啊 你才能反应过来 他这个节奏 他这个片子还是毛片的时候啊 他就是我们几个朋友到他那去做 看过那么十几分钟 我当时一看我就很好 但是呢 你看我当时我就跟他提 我说后边是什么样 我说你要是全片了 都是这种爆爆爆爆这么快的节奏 我说是不是会有点累 就是说是不是得这个有张有迟 是吧 就是就是有NBA 他就什么又高又硬 但是是不是节奏线应该是有高有低 有软有硬 反正啊 他这个江文的电影就需要你这个高度集中 以至于我是觉得神经 但是不是他就确实想造这效应 就是看我的电影 甭想省脑子 看到一半就累了 很多人都有感觉对吧 你这么密集的 看到一半你肯定就累了 然后那台那台词歌那么密 我是觉得这个 有一点神经紧绷 有有太满了一点 这个这个电影的问题之一就是他太满了 所以呢 他算挺实在的 其实他这部戏就剪成两部 上下集啊 人把他当一部就拿出来 那编剧竖评的说法是说 你把八部电影的题材放到一部电影里 没错没错 没有感觉是吧 当然这个也是值回票价啊 就是棒棒棒棒棒 而且就觉得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江文的电影 你发现没有 他跟这个一般咱们这个路子都不太一样 他是不是 我甚至觉得他有个中戏出来的 戏剧感极强 极强 戏剧感 你看他跟葛优这个标戏 包括跟周润发 他其实就包括两个周润发 你你你你学我什么的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这都是特别戏剧的 有些戏我都觉得说 其实作为电影来说 他不一定必要 这就好像江文在中戏 给那些学生上课的演示课一样 你们看看这一段怎么的 他那个戏要脱离 就你把那些戏拿掉 或者我们换一种方式一样 也行得通 但是他就喜欢这么 用一种非常话剧的 一种戏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 而且我还能从里面看出那种 川剧的那种 川剧是一个很夸张的戏 他后面会有很多高腔 会有很多标签 他那边我觉得 吸收了川剧的 折子戏的那种特点 我看的时候我能看出来 尤其看四川号版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 光美你觉得过瘾 是过瘾在什么地方 江文的过去 我来不及参与 因为很多人 我认识说 很多人可能就是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你们是看着江文的戏大的 可能也看着 阳光灿烂的热情 太阳较长升起 江文是靠着我们看大的 对你们看大的 但因为他的过去 我来不及参与 我真正的参与他 可能就是他这一部作品 才开始 所以我对他并没有太多 既有的那种 那种想法或期待 或什么东西 就是很纯粹的 很纯粹的 我进场一个观众来讲的话 他给他自己的第一个镜头 我深深的就被震撼 虽然我老公坐我旁边 但是我真的那种 天哪 能再帅一点吗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在戏里面饰演花姐的 那个那位是他的夫人 我第一个感觉也是 天哪能再美一点吗 把这个老婆拍的太美了 就有人说 就有个影评也说 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 就是对自己老婆 他那几个镜头 才能够处理的 这么样的用心 一个男人要多爱自己老婆 才能拍的那样 或者这也是个 找老婆的方法 是吗 一个导演 要能把女演员拍成这样 那做什么都行了 是吗 瞎聊 但是呢 我倒是觉得 他这个电影 你刚才讲到 还跟这个时代背景有关系 他其实你发现 他喜欢拍土匪 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个本性有关 就是 事实上 他在筹开这个电影的时候 07年 我就给他介绍过一个 土匪的故事 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1923年发生的 那个凌晨大劫案 就孙美瑶 在山东 山东 山东结了一辆火车 而那火车上 做了很多外国人 就各国的 欧洲各国人都有 然后这个就落成了国际事件 就是欧洲每天都关注 欧美每天都关注这个事情 而发报道什么的 然后土匪也很聪明 因为土匪并不傻 那个土匪里面有很多 是刚刚从一战 欧洲战场回来的华工 所以他们的修的那个攻势 什么草 那些全都是非常欧式的 而且他们很准确的找到了 这个就是所有的附属里面 有一个秘略式评论报的主笔 你来给我们当谈判代表 你去给我们给那个 这个北洋政府谈判 而他们要求不是说给钱 说我们要 我们要整编 我们要当正式的军人 我们还要求撤换山东省督军 就他整个是一套国家性的 一个要求 所以你看 所以北洋那个时候 挺有题材的 他那个时候有点大脑天宫的 这个个性歧视的这么个意思 应该是个挺好挖掘的 所以说他 我当时觉得有几点 他肯定是喜欢的 比如中西之间的冲突 那种土匪那种不羁的性格 然后这种官和民 官匪之间的这种斗争 我还联想到一些 就是美国西部片 在一个小镇上 几个人怎么产出个恶霸 然后玩这个招 对吧 都让人有联想 但是有意思的是 我推荐这个故事 江王后来没有用 他选用了马仕图的 这个叶寒诗记 后来我就想为什么呢 后来我想想 他不太愿意用实事 因为实事的空间就小了 就不太方便改变 他喜欢改变一个虚的 就是他愿意这个里面 这些要素都进来 可是我要改变一个虚的故事 所以你看这个 后来就是他就会改成这个样子 对 以虚应实 有时候虚的东西里边 能够隐喻出 容易思运思祸 你比如说 我今天看到这个最后 我就觉得 就是对于这个人性 或者说对于民性的这个认识 是吧 就比如说这个 普通人 是吧 给他们发钱 这很简单 给他们发钱 认你好 再把他们的钱抢走 他们就恼了 然后呢 普通平民还是懦弱的 对吧 他是看风使舵的 看你打不打的赢 都是奔着强者去 对吧 你打赢了 投奔你 你打输了 都是在那看 这都是对人性的一些思考 是吗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里 好空调 格力造 光美 对葛优感兴趣 你们刚刚一边聊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葛大爷 那个头的那个影像 那个表情 就一直出现在我面前 很多人说 这四亿票房里面 有大半都是 被葛优给 给拿下的 是因为他创造出来的 比如之前 还有人评论过说 葛优离开了小刚 的话 就没有办法展现出 他那种 特定的幽默 但我觉得 葛大爷在这部戏里面 真的是太 太牛了 太牛了 所以说证明 这个2010年的年末 叫葛优大 葛优就是说 没有贺岁党 只有葛优大 但是葛优马上就说 接不住 接不住 你看这个葛优这个人 我就觉得 你知道 这个佛经里头 阿弥陀佛这个佛经里头 有一句话 叫做 外若迟缓 内毒使急 一般人都说 葛优这不能接受采访 就是他 他反应不过来 他特别慢 是吧 可是呢 我跟他做过节目 我就发现了 实际可能是快的过头了 他极其敏感 他非常敏感 你的一个说话 一个眼神 周围节目做节目 一个小情况的改变 马上非常敏感 但是呢 他敏感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脑子里马上判断 因为他非常谨慎 他马上判断 这个事是需要想一想再说 还是马上再说 所以你看 你一般一个主持人 你一问他一个问题 他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事不能马上就说 这个事就想一想 这个事想一想 所以他实际是 外表看着像迟缓 实际心里边 非常敏锐 非常快的这么一个人 这次真的是个挑战 因为大家都没想到说 葛优放在姜文手里 会是什么样子 没想到这么大尺度 这么蹦蹦蹦蹦 一直到底的一个电影 他都能把他拉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葛优的这个潜力 就是无可限量 很多演员 越强则强 越弱则弱 我觉得他是 不管强弱 他都强 遇到强手的时候 他更强更强 哎呦 这真是 这葛大爷的 这收获季节啊 这家伙 他们说 过去一直还在说 说中国没有什么演员 真正有票法 其实葛优是有的 葛优 如果要说有 就是葛优 楠光师我倒挺好奇 就是很多人批评 那个周润发在里面 就训调了 你觉得呢 周润发是 他这个角色 给他一个限制 实际上 这个恶霸的角色吧 就是 实际上让发哥 有点那个 就是干面了一些 他的工具性 比其他两个人要强 就是换句话说 其实说到底 很多人认为 只有葛优 那个角色 是唯一的一个立体人物 其他两个人 都是比较平面的 就所谓平面 就是说 我有两句话 就说得清楚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周润发 霸气外露 然后这个 这个张毙自用 你说这个 这个姜文 那个角色也是 他就是说 向往正义 然后这个大意凛然 这都是可以用几句话 可以说得清楚的 但是葛优 那角色是说不清楚的 他不用在骗 骗这个骗那个骗那个骗 就是你 你发现他谁都在骗 就算他付出真心的 他的原配跟儿子 他骗不骗 也很难说 所以真要说人物的话 葛优 这人物是最强的 那么 姜文嘛 反正 他演什么都是他 都是姜文 那个周润发的角色 是受了一些限制 但是还是演得很恰到 恰到好处的 姜文的这个 他有一个 我觉得他有一个追求 就上次他那个 太阳照车升起 在我们这聊的时候 他说 我喜欢这个来劲的东西 什么叫来劲的东西呢 就好像说 他说 我说上次什么是来劲呢 他说比较昂扬 你看就感觉 好像每一个镜头 甚至就是 砰一下 他就 弥漫着 就渗透着一种劲儿 要放大 一种 那么一种特有劲儿的东西 这就让我想到 但是咱就说 他就是有追求 他还是个有追求的 你挺不容易的 在今天这个年代 你像从这个 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个时候是个 那个年代了 后来太阳照常升起 票房上面 打击就挺大 对吗 但是呢 又得想一个 听得懂的故事 但是怎么着 又能有点追求呢 我觉得这次 是他实际在最大限度上 为观众考虑的 一个电影了 对吧 也有些人 有些就是评价 觉得没有那么好 也跟这个有关系 他太白了 就有些话 恨不得就是 就是观众说 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 你别再误解了 就嫩感就很强 而且生怕你觉得闷 对 生怕你觉得闷 我得揪住你 一会儿 一枪 一枪 要不就上床 对吧 就是真的 就是琢磨想把观众 你看了那个版本 才有上床 我们看了版本 都没上床 有他跟刘嘉玲那个 没错 就算 看他那个 就算这个 对 人类精彩多了 他说十几分钟里 有那么一段戏 就是对床上 也有一个很 很精彩 荒淫的 爱事 但是我一看 我说怎么没了 给剪了 大概是 其实呢 我还看过一个 很特别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影评 他就说 如果你是毛粉的话 你就会见毛泽东 如果你是这个 这个美国的粉丝的话呢 你就会见华盛顿 然后呢 那个影评还引发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风波 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个影评 是蒋光周写的 但是南开大学 文学院教授 周志强在这个 引述这篇影评的时候 他把他说成了 作家方舟子写的 方舟子我感生气 方舟子说 你什么意思吗 你的意思是 我这个看中国电影 我还骂脏话 然后也就是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中国电影 就不能看了 然后就开始吵架 就突然吵起来 后来那个蒋光周出来说 大家分清楚啊 看中国电影 说说三话的是蒋光周 看中国电影 说三话的是方舟子 打假的 这真假 多年打猎的 给鹰叼了眼睛 我还建议 我说蒋光周 你不如改名叫蒋光周子 这样的话 他就不算错了吗 他就没叫 就离轻了吗 枪枪三元行 广告之后见 对 他就没有想开 你不太 raw 不漂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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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得 对 对 对 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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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个在中国 当年他们感觉自己是艺术家的导演 经历了这么多年 心态是很难办的 我觉得 因为有些人还是说我要拍艺术电影 就所谓你们看不大懂的电影 可是票房上面那玩电影 真是非常残酷 他们有的当年说很残酷 你拍好了票房一部电影 那些人成群结队的 甚至你这片子都没有 拿钱给你钱 但是你一个电影要票房要步行 好家伙 那叫门庭冷落车马戏 你就这种冷暖 这种感受 可是你是要结合 还是要一意孤行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挺麻烦的 这很难 所以这次江文他中间做了一个平衡 就是首先我让你看懂了 第二年大部分人都觉得过瘾 但是他的有些追求又没有丧失 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尽头 要有力 要有劲 这个追求他没丧失 快是吧 而且大家看得很好 另外就是他 我们再往外说一点 比较大的一个说 这个背后要有寓意 这个是说老实话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 都摆脱不了的一个梦魇 你看赵石锅也好 你看什么也好 他总是想这个 一讲到一个事吧 他后面就有个对历史 对人性 对时代的一个反射 这就是没办法 纯娱乐你很难 你从而纯娱乐很难 就显着我也太干嘛 这么简单的事吗 我总得 我发现他 像是意义感 你比如他经常聊这个 这个什么马田史克西斯 或者聊这个 或者卡伦提努 我倒觉得 包括那个什么柯恩兄弟 对吧 我倒觉得他这些年 自个儿也琢磨 因为有一次 我就听他聊 他就说 好像这个昆顿 塔伦天奴 你发现他玩一什么招 杀人放火 杀人放火 还是很流行的元素 很吸引普通人感官的元素 但是呢 又有点怪 又有点他自己的荒诞 或者他的结构 或背后有点什么寓意 在里头 又不是一个很烂俗的 对 那种商业片 他就用低俗元素 组合出了一部 所谓高级片 这样你还不得不服 说低俗小说了 因为他就是录像 录像店看出来的 昆顿天奴 在入行之前 看了无数的 他是一个录像天的伙计 然后就看了无数的这种 包括港片 很多少世老片的这种 这种低俗录像 香港人叫他怪鸡导演 对 怪鸡导演 对 像你刚才讲 就比如说每个镜头 都有点劲 我就感觉到 就是说你看电影语言 一方面是讲一个故事 让人们甚至恨不得忘记语言 但另一方面呢 你要是特完美的要求 导演还希望啊 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声音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这看起来 这看起来 我的浹 一般的 别人 living 什么 com 只能中 中文字幕——YK